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靖心森林最主要核心就是 旁觀他人的痛苦的時候 記者能夠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那這個 光是這個概念 在我們田野調查的初期 就感同身受 就是旁觀他人痛苦是 本身就是一個很折磨的事情 然後在那個專業領域 我覺得某種程度有點像 可以說是忍者吧 就是他會融入在 他所在乎的這個群體 一改才剛上路就發生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跟一改有關呢 還是你們一改沒有處理嗎 我覺得認真的記者才是 我們這一齣戲要讓大家知道的 台灣的新聞自由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做為一齣戲 如果真的可以改變什麼 應該就是改變大家對於新聞記者的看法 都要讓大家知道 有二十字幕我會的 發娩最好 感谢观看